每次开蟹压力都很大,我都怕砸不出来没有糕,这次我就不砸了,砸个茅子,茅子基本都有肉 这个茅子特别香,有人说这个面包蟹的黄是什么味道,就是鸭蛋黄的味道,面包蟹的茅子呢,你们猜是什么味道的 猜对的话,来我指尖波 大家如何正确吃个面包蟹,首先把这个尾巴给它揪掉,这个尾巴不好吃 然后把这个黄拿出来,这个黄可以拌面,可以做蟹黄酱,很多主妇做蟹黄酱做的特别好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个蟹味,这个蟹味是不能吃,连牙齿一起揪掉 这两边是蟹塞,这个千万不要吃,有的粉丝说这个蟹塞特别好吃 不要吃了,以后这个是过滤脏东西的 然后呢 剩下的这个大肉可以炒了,你看 肉很多,来我直接摸,正在直煎 面包蟹其实它不好吃,就跟面包差不多一个味 对于我来说,天天吃真的吃腻了 你要想了解一下吧,也可以 来我直接摸,正在直煎 运气比较好,开到一个带子的 这个面包蟹的蟹膏啊,真的是很肥美 这样的蟹的话,其实 非常的非常的好吃,特别特别香 这个你可以红烧一下,更好吃 葱姜蒜,酱油醋料酒,爆锅,特别香 就这么大的膏啊,这么好的蟹 一直才卖几十块钱啊 如果喜欢吃 玩玩一张 就因为这一点点的白色的膏啊,很多粉丝就 就说这个 有点苦不好吃啊 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脂肪啊 这个是蟹身上面多出来的这块啊 这个可吃可不吃 如果你不喜欢吃可以不吃,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很多粉丝啊,去外面买那么贵的面包蟹 你不如再来来大家尝尝啊 咱们家虽然这是熟度面包蟹 这个货,但是非常的肥美啊 就这么好的货啊 一直才几十块钱 喜欢吃,来我直播间 面包蟹他又到货了啊 马上过节了哈 多备点啊 给咱们家粉丝啊 来,想吃面包蟹来我直播间 不允许你们去市面上吃那么贵的面包蟹 来我家吃吧 高黄肉 有高有黄有肉 真的 弄啊 来我直见过 就在直播 说喜欢吃龙虾哈 喜欢吃龙虾 但是呢很喜欢吃虾钱 只有公虾的虾钱里面肉特别多啊 然后没有黄啊 这是公虾的特点 咱们来个公虾的钱 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啊 哎呀 大钱啊 看这个肉 新鲜度啊 流水了 哎呀 太新鲜了 太新鲜了啊 哎呀 现在直播来我直播间 龙虾哈 不是很多粉丝哈 来我家直播间哈 就没有没有买 买过大家这款龙虾 因为觉得还是冻的啊 其实冻的口感也非常棒的 我们今天教大家如何挑选 这个龙虾是公的还是母的啊 这里面有一个硬须子啊 这块是硬须子啊 这个就是公虾公虾的话 一边是没有 没有黄的哈 就肉特别多啊 如果喜欢吃肉的话 公虾比较好啊 所以说喜欢吃龙虾的 来我这边 这钱的也很好吃 不允许你们到市面上吃这么贵的龙虾 来我家吃吧 我家龙虾一只才几十块钱啊 咱家龙虾真的每只全是鲜活熟冻啊 鲜活熟冻 然后带着丝袜 防止他脱 就掉腿啊 所以说这个虾特别漂亮特别好吃啊 来我直播间啊 几十块钱啊 来我直接摸 我姐姐姐姐姐姐姐夫 妹妹妹夫 来我家直播间来上一单吧 咱们家的龙虾真的是超便宜 虽然他是冻品但是口感非常棒 这叫熟冻波龙啊 口感非常好吃 经济又实惠 因为鲜活的太贵了 咱们家一只才几十块钱 来上一单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姐姐们 我是一个卖了4年的海鲜的这么一个商家 这是我们的龙虾尾啊 就从这个虾上拨出来的 这个龙虾一只才几十块钱 你们到饭店上买一只 要一两百块钱家里来亲戚都不舍得买 你在我家吃吧买三只 请亲戚到你家做做客 真的有台面 来我家直播间正在直播 阿姨们啊 我跟你说一下 不要去外面买那么贵的鲜鱼了 咱们家这个鲜鱼是给你去过内脏去过鱼血的啊 一条才 几块钱 油炸好的哈 没撒谎你可以来我直接摸看一下 香 那宁波的朋友啊宁波的朋友 这是咱家的鲜鱼干啊 这个鲜鱼炒芹菜宁波的特色 但是我们这边 北方人啊都是用油炸的 香 嗯 很好吃 如果喜欢吃的 来我直播 直播 鲜鱼一条才几块钱 三块三块 一条鲜鱼啊也就 三块钱 等利润 来我家直前播正在直播哈 这个是油炸好的 香 正在直播 来的就是这么贵的龙虾吗 来我家吧 鲜鱼一条才几块钱啊 才几块钱鲜鱼啊 来我家直播间啊 全部给你油炸好的哈 好像香的不得了 就是鲜鱼的味道 特别香 特别好吃啊 而且给你去过内脏去过鱼血呢 你说为啥不买的 来我直接播 哎 不要扔不要扔 这么贵的东西 干嘛扔啊 说实话兄弟们 我们家棉毛蟹给你们发的都是这种满高满黄的啊 这种有很多碎盒的 我们还挑出来 全部给它扔掉啊 来来 回过去大海 回过去大海 大家觉得我做的对的 给我来个双鸡 哎 不要扔不要扔 你干嘛要扔啊 这么好的棉毛蟹 它卖不出去呀 看一下棉毛蟹都带高的啊 卖不出去 哎 哎天呆不行了 便宜点 直播也看我直播 三支点费 来 来看 哈喽朋友们 开教大家如何俏选一只优质的帝王蟹啊首先帝王蟹我们拿到手里面 一定要买这种次比较长的比较车次长的啊这是最关键的第2个看看颜色颜色一般表现的还是还是不错的啊第3个 实际上没有过多冰衣这样的话他的就是 呃咱们比较划算啊 呃这个地方线我们给大家剪一个看看这个肥度啊 看一个啊 这个是智力的智力的地方鞋看一下啊肉质非常饱满 呃如果你学会的话给我一个小安心好谢谢 一年一度吃龙虾的季节了哈小龙虾他又上市了啊 谁说老板这个龙虾跟小龙虾的口感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一点区别都没有就是更鲜一点好吧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一直在几十块钱 哎呦 哎呦 咱家龙虾尾又上市了哈今年每年这时候吃龙虾尾最好的季节啊 这个龙虾尾秒头壳啊一秒头壳 肉质非常鲜美哈一只他几十块钱一只两只三只啊不到200块钱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我最近有一个客户啊是我在回头客啊 他说老板你这个虾怎么上面说有这种黑色颜色哈我说一下这个叫老虾 虾这种虾哈虽然他没长大但是他是老虾老虾的话就是壳比较厚这种虾的话其实肉质非常非常好吃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来让一单我正在直播 哎呦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龙虾尾的季节了龙虾尾这个季节真的很划算啊 特别鲜啊咱们家一个龙虾啊 一只他几十块钱不要去买那么贵的龙虾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不允许你们在市面上去吃那么贵的龙虾哈今天龙虾都卖到天价了啊 咱们家的熟动波龙一样的口感非常棒 这是我们家的熟动波龙哈给大家打开一个看一下哈 这是公的啊公的是买肉的啊公的是买肉的母的是带高带黄的哈就这么好的龙虾尾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教大家如何正确试个面包系哈首先这个糕呢你可以拿出来可以去拌面啊炒面都非常的香啊 这个有宝宝的话做蟹黄拌面酱超级划算大家都吃的蟹黄酱太贵了啊 然后咱们这个里面的蟹塞哈这个是可以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啊很多人很喜欢吃千万不要吃啊留着这个扔掉啊 然后呢把这个 这边有个蟹位啊蟹位和牙齿一起来摘掉 摘掉以后呢然后这个剩下的啊还有个尾巴也一起摘掉 啊 这个大蟹就可以辣炒了红烧都非常好吃啊如果学会了来我直播间看我直播 嗯 我不认识你们到市面上买那么贵的面包蟹 我们家一个面包蟹啊才挣你几十块几块钱 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如果你不舍得不舍得来上我家来上一单 小龙虾的话啊你在市面上买肯定买不了这个价格啊因为咱们家是熟冻的啊 肉质非常鲜美啊 下来一个 下个视频直播 不允许你们在市面上去吃那么贵的龙虾啊今天龙家都卖到天价了啊 咱们家的熟冻波龙一样的口感非常棒 这是我们家的熟冻波龙哈给他打开一个看一下哈 这是供的啊供的是买肉的啊供的是买肉的母的是带高带黄的哈就这么好的龙虾尾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今天龙虾到天价了啊来我家吃熟冻波龙吧一只他几十块钱 给他开一个原包装哈 人家从国外运过来就原包装啊 带着报告来的啊大家放心吧 咱们家买卖的咱龙虾都卖了好几年了啊 每这些全部是鲜活熟冻的哈都有标签的啊不是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啊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啊 你能愿意到新市面上买这么会龙虾尾不来我们家吃我们家那个龙虾尾啊那龙虾尾哈 四大龙虾 这么好家 很便宜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没有吃过波士顿龙虾的今年是不是很贵 对我希望你今天应用心看完这条视频 这么好龙虾啊这手咱们家的十栋波龙啊这是工的工的是买肉的啊可以看一下啊 需要下线 下线把它把它摘掉 不要吃啊 就不用蘸调料原这条味 哎呀太香了啊 来咱咱龙虾尾哈 咱咱龙虾 正在搞活动哈来我直接摸正在直播 哎呀龙虾尾呀这个是壳薄肉厚还没有冰衣啊这不是我家的 我家龙虾尾也是这个啊 就这个龙虾尾哈 四发龙虾啊 这里面剥开了以后 哎呀 工的啊工的满肉抹的满高啊 咱家这个龙虾吃一口跟的很过瘾啊 哎呀鲜得不得了 嗯 好吃啊 如果想吃这么好的龙虾 来我直接摸 很多粉丝啊 说这个面包蟹他们当地也都不爱吃哈 说他们当地很便宜哈 兄弟们这个货啊是进口的哈 不是国内的啊 这个里面高黄肉都有啊 嗯特别香 特别好吃啊 想吃这么好的面包蟹 来我直接摸 好的面包蟹一定是由高黄肉三个部分组成的哈 有高有黄又有肉啊 这个就啥的这个是啥的黄啊 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黑色的啊 嗯口感特别棒 你不要这么吃你可以红烧一下更好吃啊 红烧 来我直接摸